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您水笑 第四十七章 落海商楼的贡献分 黄群女子冷笑说 哼 少风 她根本就没有修炼过 而且练武底子也极为薄弱 之所以能够杀掉两头六角雷厄 除了靠她那个疗伤业 拼命硬扛雷厄的雷狐奠击之外 来来去去 只有一张 你觉得她有能力在两头雷厄之间 就像你那个朋友吗 哇 师妹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少风皱起了眉头 似是要揭示什么 黄群女子却是直接摆了摆手 少风 你还是叫我娶婉儿吧 你是病落门的 而我是天极殿的 大家根本就不是一个宗门 尽管如此 我还是以朋友的立场说一句 作为一个大宗门的天才弟子 心胸应该放得宽敞一些才好 这一点上 侯承玉师兄就比你做得好得多 少风脸色有些难看 别拿我和那个魔崽子想别 黄群女子没有再多说什么 莫无忌刚想上前感谢一下那勤姓男子和黄群女子 就听到一声呼喊传来 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那密密麻麻的雷厄和巨口海妖都推得干干净净 甲板上只有一阵阵血腥气息 还有横七鼠八的尸体 有六脚雷厄的也有众多船上的人 绝大多数尸体都是被电击的焦黑一片 而被杀掉的雷厄只有极少数是从下喉被杀的 绝大多数雷厄皆是被人直接砍成两半 莫无忌不用问也知道 这绝大多数雷厄都是被仙尸所杀 无忌你没事吧 雷厄退去 袁振一第一时间跑了过来 之前他和莫无忌被雷厄隔开 自身都难保 很难过来伸援手 我没事 波尔纳 莫无忌有些担心 无忌 振一大哥 我也没事 丁波二的声音传来 他也是浑身焦黑 看样子能保住小命已经是不大容易了 多谢两位仙尸闭火 莫无忌见袁振一和丁波二没事 这才攻身向秦姓仙尸和黄群女子表示了感谢 黄群女子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 倒是那秦姓仙尸盯着莫无忌看了好一会儿 他这才说道 你的表现不错 可以去申请换一个单独的房间 多谢仙尸大人 我住在通铺其实挺好的 莫无忌连忙说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就得罪了这个少风 面对此等强者 他显然没有什么反抗能力 住在一个单人房间 哪天被这混蛋害了 他还无处冥冤呢 住在大通铺 估计这个少风不大愿意让黄群女子知道 他要针对自己 秦姓仙尸倒是没再说什么 而是继续说 你灵根如何 我测试过一次 灵根很是微弱 比凡根好不了多少 莫无忌只好这么说 这话绝对是他吹牛了 他测试过不是一次 而是两次 灵根也不是很差很微弱 而是根本没有 是一个反根到极点的凡人而已 莫无忌这么说 倒不是想让这秦姓仙尸看中他 带他加入宗门 而是怕自己打通了三条经脉后 有了灵根 所以说这个话 是为了预留后路给自己 秦姓仙尸听到莫无忌的话 眼里闪过了一丝失望 他摇了摇头 转身一跃 瞬间消失 有莫无忌这种坚韧不拔 正是适合修炼的好苗子 可再好的苗子 也要能够修炼才行 莫无忌没有灵根 只是一介凡人 那再坚韧不拔 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那黄群女子眼中也是露出一丝惋惜 然后同样迅速离去 少风果然没有继续找莫无忌的麻烦 而是迅速跟着那黄群女子过去 满是鲜血的甲板上 已经开始有人清理尸体 莫无忌初步估算了一下 这次至少死掉两千多人 一次就死了这么多人 再来几次 估计这船上得死掉一半的人 才能到达长落 莫无忌忽然有些明白 为何这船上不禁死人寻仇了 活下来的自然更强 这些活下来的人 在后面的骸兽攻击中 起到的作用自然也就更大 换句话说 这里除了仙师们 别的人都可以随意死去 无忌 看样子啊 你伤得不轻啊 秦仙师三人走后 袁振一这才开口 他看着莫无忌浑身是血 身上被雷击打得到处都是黑的 以为莫无忌伤势很重 莫无忌却是知道 自己伤势并不重 主要得益于那 秦姓仙师的一枚疗伤丹药 他对袁振一示意了一下 真一 我们回去再说 等等 请问你是不是叫做莫无忌 住在第32号通谱 来自昌雁领祖国 一位贺一男子叫住了莫无忌 莫无忌诧异地看着 这位走过来的贺一男子 他根本不认识对方 这贺一男子手中还拿着一个账簿 似乎正在对比着什么 没错 我正是莫无忌 莫无忌点头疑惑地答道 那贺一男子在账簿上看了看 笑着说 那就对了 我是海洛商楼的人 刚才你杀了两头六角雷厄 这两头雷厄 我相信你带在身边也不方便 我们商楼准备买下来 你是要金币 还是要我们商楼的贡献分 什么意思 难道这雷厄谁杀的就归谁 不是归这船上的仙师吗 随即莫无忌就反应过来 这船上的仙师 岂会在意这些低级雷厄呢 无忌 刚才你居然杀了两头雷厄 袁振一也是一脸惊异地看着莫无忌 莫无忌一招就击败了银寒领主国的那个护卫 他这就知道莫无忌是游几下 可就算是他再高估莫无忌 也没料到莫无忌杀了两头柳角雷厄 莫无忌点了点头 没错 我刚才的确杀了两头雷厄 说完莫无忌又看向了贺一男子 卓大哥 请问一下落海商楼的贡献分是什么意思 这贺一男子连忙说 啊 我落海商楼的客人分为散客和常客 常客又有五级 分别拥有成牌 绿牌 青牌 蓝牌 紫牌客人 这些牌子可以积累贡献分 只要在我落海商楼购买过任何东西 都可以办理成牌 交易达到一定数额可升级为绿牌 莫兄杀了两头雷厄 我们愿以两万金币的价格购买 若是莫兄不要金币 我们可以提供两百落海商楼贡献分 两万金币对一般人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了 但是对于莫无忌来说还真算不上什么 他立即问道 请问落海商楼的贡献分有什么作用呢 贺一人小银银地说 落海商楼的贡献分可以交换任何东西 只要是落海商楼有的你都可以交换 功法丹药甚至连灵器都能交易到 我要贡献分 莫无忌根本不许这贺一人说后头的 在他听到功法的时候 就毫不犹豫选择了贡献分 说完之后 他还意犹未尽地说 请问一部修炼功法 一般要多少贡献分呢 可疑男子略意沉引 这要分等级了 一般的功法只需要数千到一万 好些的嘛 上百万也是不值啊 莫无忌倒吸一口冷气 他拼死拼活才干掉两只雷鹅 也才兑换两百贡献分 就是换个最差的功法 对他来说也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请问一下 鬼商楼的贡献分如何能够得到呢 啊 这途径就有很多了 比如给商楼各种灵草 矿石丹药 完成商楼任务之类 都可以交换贡献分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至少片位 小编整 zij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